不管你是三十几岁 刚加入了一户人家 还是你只是二十几岁 刚毕业 出社会的新鲜人 请你记得 你的存款里面 一定要有三个月以上的生活存款 耶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岳不客 我是水风刀 没有错 就如破底所说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主题 要特别强调女生呢 那这边就请听我娓娓道来 OK 走 那我们为什么 我要把女字放这么重呢 这是由于我身边两个女生的故事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女生 她其实就是护理师小花好了 之所以我跟她会认识 其实算是一个姻缘机会吧 就有一次我去做脸的时候 那刚好她就是认出我是YouTuber 所以就尬聊了一下 那在这个过程中才知道说 欸 她其实有一个男朋友在台北 然后她算是南部人 然后上来台北工作 这个样子 那平常的话 她就是住她男朋友那边 就有点像是同居的概念 那她平常也是一个 非常爱shopping的女生 就是典型的爱买化妆品 爱买包包 然后比较喜欢追求时尚的东西 所以她平常没有什么太多的存款 那她 我好几次看她IG跟她男朋友 就是常常出去玩啊 其实也是算是蛮甜蜜的 就不会预料到她们会有 就是吵到很凶的那种情况发生 可是就好死不死 小花有一次就跟她男朋友吵架了 气到就是直接离开她男朋友住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很愤怒 可是因为她就是一个标准的月光族嘛 因为她就把她平常的钱 都花在一些买很多东西 而且其实台北消费也蛮高的 所以她都是把钱基本上赚来就花掉了 可是她又拉不下脸面去跟朋友借钱或是借住 那又不想让父母知道她们两个不合 所以就一气之下 她就跑去住到网咖 那这个情况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呼吁一定还是要一点存款 绝对不要让自己陷于这种窘境之中 绝对不要当一个月光族 再来我要分享我第二个朋友的故事 就姑且称她为小美好了 其实小美她年纪比我大个一两岁 然后她也算是就是很早结婚那种类型 就是跟她男朋友就是遇到大学认识之后嘛 毕业了就结婚了 然后速度非常快 然后在前一阵子就是还生小孩了 然后小孩大概有四五个月大左右 那其实小美因为她才刚出社会不到一年 其实她们就决定要结婚 然后决定要生小孩 所以她其实在社会上面 还没有算是有一个完整的工作经验 就已经踏入婚姻了 小美跟她老公在沟通之下 就是选择就是传统式的 就是男生在外面工作打拼 然后女生在家里照顾小孩带小孩 然后负责家里的一切大小事物 那男生也是就直接拍胸脯打包票说 没有问题这个什么 生活开销我来付 然后你要买什么我来付 小孩的费用我来付 只要你就专心在顾家就好 让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打拼就好 有没有看到这种似曾相似的场景再度出现 没有错 你们想的没有错 就是小美发现她老公有一点怪怪的 就好死不死 她老公其实是喜欢男生 所以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小美她也没有办法去 跟她老公继续下去这个感情 所以她有一些可能越线的一些动作 所以她常常就是回家跟小美 就是两个人大吵大闹 那很多时候小美在跟她老公要 就是比如说生活费也好啊 或是家庭的那个买菜费 小孩庙部费 或是她有时候需要去买一些 可能是化妆品的钱 那男生开始就变得很斤斤计较 例如原本可能一个月可能给一万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给你两千就好了 所以我那个朋友小美她其实就变成是受制于 就是男生的一个经济的掌控底下 她没有办法去决定她自己可以拿多少钱 小美这个处境就是一个真的太危险 我觉得她的危险程度比上一个就是小花还危险 因为她已经是已经结婚的人 那你要有结婚的情况下 你有时候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要嘛你又出去工作 可是你现在目前因为家庭的关系 你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在外面工作 那你现在要重新跟社会接轨 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我觉得更何况很多家庭主妇更惨的是 她大概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可能是被抛弃或是婚姻突然产生了一些分裂 那这时候女生要重新返回到职场上面 她那个接轨上面会形成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所以就是呼吁每个女生 一定都是要自己的存款 OK 我刚刚分享了上述的两个例子 都是因为有点过度的依赖另外一半 而造成就是自己可能对于风险的抵抗力变弱了 不管是你将就是财务的那个能力交到别人的手上 或者是你自己是一个完全零存款的月光族 你在生活上都会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你等于是零抗风险的压力 今天只要一个突然一个巨变 那你是不是没有存款 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有去应急 或是甚至是你把你的整个财政大权 都是交到男生的手上 你没有任何工作或是没有任何的存款能力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个危险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工作赚钱的能力 还有所有的东西都放弃掉了去依赖对方 OK 我刚刚已经分享完我两个朋友的故事了 接下来我想更具体的去剖析一下 在有存款跟没有存款的女生 在不同情况下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 1 在婚姻上 有存款的女生 没有错 她已经结婚了 已经担任了家中的女主人 可是她担任家中的女主人之后呢 结婚后她一样还是可以活得很潇洒 她想要买包 她想要买化妆品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她自己赚的钱去买 完全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日子可以过得很潇洒 没有存款的女生 没有错 很多女生 结了婚之后呢 如果你又是当到所谓的家庭主妇 没有自己赚钱的能力 你就感觉整个在家里 就好像一个保姆的角色一样 在婆婆家也要当保姆 在自己的家里面也要当保姆 甚至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还要得向男生开口 那如果她不给你呢 这个局面就很尴尬了 好不好 2 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有存款的女生 没有错 自己有能力赚钱 甚至有存款的女生 完全不必害怕离了婚 离了婚生活 我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 我不必委屈自己 也不必亏待自己的小孩 没有存款的女生 对于很多没有存款 甚至没有赚钱能力的女生来讲 离了婚 简直就像是天塌下来了 快把我压死了 没有错 这种女生甚至有时候 害怕丈夫抛弃她 自己没有稳定的金源了 不知道该去哪里 小孩也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着落 3 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存款的女生 今天老子 我有钱 我有赚钱 我有出去 我今天想要去巴厘岛 我其实想要去当一个流浪画家 我就可以去巴厘岛当流浪画家 我今天想要去非洲 去做一个书跑的 完完全全你可以去追逐 你自己想的梦想 没存款的女生 贫穷使人眼光如斗 你会发现 你会每天都在生活里面 租资比较啊 去计较这些一厘米啊 多少钱啊 0.1块钱啊 0.2块钱这种东西 你会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这边 你没有心力去追逐你的梦想 甚至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或是才能 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的窄 4 在急需用钱的时候 没有错 当你父母亲生重病的时候 你是一个有机区的女生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机区拿出来应急用 你是没有存款的女生 突然之间 你的父母身份重病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笔钱 没有这个钱 你还要想办法到处去借钱 你的父母可能就错过了 急救的黄金时间 这个情况是非常危机的 你甚至是你自己 可能要急需用钱的时候 你根本也没有这笔钱 所以这边呼吁呢 钱它其实算是一个好东西 因为它可以在你遇到一些风险的时候呢 它提供给你一个 最低最低的一个保障 让你可以拥有抗风险的能力 接着我就要来分享上 我在网路上面看到 有一些谬物 有些人以为就是 花很多钱 把自己弄成月光族 只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就可以嫁到好人家 那这个 这个妙物其实是 非常多人会以为 就只要这样就可以 漂漂亮亮就可以嫁到好人家 那我们以前传统都是在看什么 连续剧嘛 然后可能女主角就很 呆笨傻 傻白天 然后这样子呆呆的 然后就 一个富豪男生就觉得 哇哦 这个女生好可爱哦 但是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小概率事件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几率 基本上一般来讲 通常结婚的人都是 门当户对 也就是你大概是什么程度 你的另外一半 也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程度 不至于会 落差到太大 所以你千万不要就是有那种 错误的认知 认为我只要漂漂亮亮的 然后没有脑袋 或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一个很有聪明又帅气 又多金的男生 会觉得爱上了你 因为你很可爱 很多女生我这边要建议 就是千万不要把所谓 八成九成的钱 都花在了 就是保养化妆上面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有错 但是你那个比例一定要调控好 如果一直以来都是八九成 都投入在这一方面的话 那你的比例可能要稍微调控一下 我认为比较好的比例的话 是大概 两到三成是花在你的自装费 那大概会有两成到三成是储蓄 那还有再来是其他比例 可能是去培养自己的脑袋 想办法让自己可以在 进阶到更高层级 让自己有办法去升迁 去进一步的去 把你的一技之长培养到更好 OK讲完上述的一个妙物之后 我想要来给所有人 三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第一个 至少三个月的薪水应急存款 建议这边呢 可能可以依据你的薪资的比例 去划分出大概十万到三十万的这种 应急用的存款 而且这笔钱平常是绝对不能去动它的 你可以选择是用那种 储蓄险 可以定期就是每个月要交多少比例 到这个户头里面 这个户头是在发生一些紧急危难的时候 才可以动用到的户头 平常你想要买包 想要shopping 这个是完全不能动到的户头 二 培养自己的一技之长 我建议所有的 不管是男生女生也好 特别是女生 一定要拥有自己可以吃饭的一技之长 也就是今天不管天塌下来了 或是发生什么巨变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依赖的时候 你自己是否有 独立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一技之长可以带给你的 不只是所谓的安稳保障 甚至是可以带给你自信跟成就感 所以女孩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传统观念骗了 说什么 啊你不用书读太认真 不用太认真去工作 反正找个好人家就嫁了 这句话真的是害人不前啊 没有错 这个建议真的非常重要 每个女生不要再去想说 哎呀 反正钱就是放在那里存就好了 一定要记得这个钱 就是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嘛 所以你一定要去理财 一定要懂得去管理自己的钱 有的时候其实理财理得好 甚至是不需要 要赚到很多钱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 甚至可以给你父母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学会理财 学会投资 投资自己的脑袋 所以这边的话 就要大家follow我们月步课啦 之后我们月步课 这边也会有很多说书 是有关于可能像是金钱方面的 或是成长方面的 都可以随时follow我的频道 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资讯 follow我们 所以好男人到底去哪了 没有 他就是在好女人身边 那你是好女人吗 你今天月吗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分享给你身边那些 可能是月光族的女生 让她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自己要经济独立 成为有成就 新时代女性 就这样啦 分享 按赞 订阅 留言 关注我们 拜拜 拜拜 我会经济独立 女生要会经济独立 你知道经济独立怎么 经济独立吗 经济独立 不是那个经济独立哦